车车在路中停等红灯 突然后方一辆车追撞上来 把前车推撞到路口 整个后车声都溃缩了 而被撞的驾驶是前职棒球员周森义 周森义目前在苗栗育民公家执教 原本要带队北上打玉山杯 全国青棒锦标赛 意外遇到酒驾车祸 肇事者酒測值0.42 前职棒球员被撞 事发时间就在21号嘉义县高铁大道上 早上11点多 周森义载着家人停等红灯 被24岁蔡姓男子酒驾追撞 造成他的妻子胸口跟肩膀挫伤住院 9岁的儿子还进家屋病房插管治疗 被撞了 那赶紧下车查看 小孩子跟太太的伤势跟状况 周森义说车被撞飞30到40公尺 当下听到碰很大一声 意识到被撞之后 马上关心妻子跟三个小孩 他强调完全没有听到刹车的声音 目前已经通知学校 无法带队比赛 对我的学生抱歉 因为训练了很久 他们都想打这个比赛 那因为想要我的家人 除了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心里也觉得 非常对他们非常抱歉 最好解周森义从1999年到2006年 都在打职棒 退役后直教基层球队 2012年来到玉民公家带队 由于学校已经停招棒球队 今年恐怕是最后一次 玉民公家代表苗栗县打玉山杯 开赛前周森义遇到酒驾车祸 无法跟球员们一起参与比赛 TVBS新闻 季坚恨许又翔 嘉义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